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頻道會在每週次更新,精品咖啡知識以及開箱的相關事宜 所以如果你喜歡學長的頻道的話呢,可以按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每週次按到學長的推播囉 今天要開箱的是這台呢 Basano的義式雙膠囊三用咖啡機 它是一個半自動的咖啡機 先跟大家講學長的第一印象,就是刷這一台 我是非常的 興奮,也覺得 真是不可思議,因為一般來說啦,其實小家店的 咖啡的製作品質 學長其實都沒有特別的喜歡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很多小家店的 品牌啊,咖啡想的太簡單了 尤其是義式咖啡,其實它的 要求是相對來說是很高的 但這一台 因為它是義大利的鞋桶,它是義大利的一個 餐廚品牌,然後也做了很多美式咖啡機啊,磨豆機等等 那這一次我的測試結果我是非常非常的 滿意而且震驚 因為它喝出來的風味呢 真的是相當不錯 尤其是在自己填粉的這一段 所以呢 學長今天就來為大家開箱這一台了 為什麼學長覺得很震驚 這台竟然可以做出露事好喝的咖啡 接下來呢,學長就來 一一為大家介紹說 為什麼這台機器讓學長那麼震驚 首先我們先看外觀嘛 先過來看這個也 紅色的配色呢 以及它非常小巧 其實對於家體來說呢 就是如果辦公室也好 你自己居家也好 這麼小小的空間 的使用上面呢 是非常靈活的 那接下來第二部分是 不要看身體小 它其實有一個 很高功率的一個夾系統 所以呢 一般我們放冷水進水箱裡面以後呢 我按按開關以後 大概只需要35秒的時間 就可以把溫度拉到 需要的溫度 所以整體的萃取時間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OK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 它所號稱三用咖啡機嘛 到底是哪三用 這也是它最核心的關鍵 首先第一個部分是可以看 把這個 推開來以後就可以把這個 沖煮頭的部分抽出來 那桌上現在有三個沖煮頭 第一個呢就是這一個 第一個這一個 這邊上蓋打開 裡面有一個粉杯 那這個呢就是它 我最喜歡的功能 就是你把咖啡粉直接填進去以後呢 用這個 附的湯匙呢把它填壓完以後呢 再把粉杯放回去 把上蓋蓋起來以後呢 插回我的筋子裡面 把蓋子蓋起來 按開關 它就可以開始萃取了 這是第一個沖煮頭 第一個沖煮頭 是這個 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 配合 Nescafe的這種 54mm的膠囊的 第三種呢是這種 有一個蓋子 蓋子 然後把這個 這種 Nespresso的36mm的膠囊呢 把它放回去 放進去 然後呢 倒插進去以後呢 一樣 插進去直接 按開關 就可以開始用 它就有這三大功能 那 它的出水量的部分 可以看到上面這邊 上面有三個按鈕 從最 左邊的部分呢 這個是50mol 按下去以後會出50mol的水 最小杯 中間的就是中杯 然後100mol的水 那最右邊的就是大杯 就是 150mol的水 按下去就可以 做出你指定的水量 就這麼簡單 但是簡單歸簡單 細節就藏在它的設定裡面 那我們就來示範一次 讓大家看看它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能量 好我們先來示範這個 學長覺得最棒的部分就是填粉的功能 好可以看到 這個有一個粉杯 然後使用的時候學長的建議呢 我們可以先稍微拿個衛生紙 把裡面的粉杯擦乾 待會你在填粉的時候呢 你的感受度會比較好 然後呢接下來 第二部分呢就是 這個小粉杯呢可以填壓大約10克左右的咖啡 你也可以直接用這個粉杯 然後直接咬 在豆豉裡面咬 咬滿滿的這樣一杯 差不多這樣一杯 多一點點沒關係 只要你塞進去粉杯裡面就可以了 然後呢進行研磨 大約是10克左右 那研磨完畢以後呢就可以把這個粉 然後就這樣 輕輕的把它倒進我的粉杯裡面 你就怎麼自然怎麼行喔 你也可以用這個附的湯匙 也行 你怎麼 自然舒服 都可以 然後呢把粉都倒進粉杯裡面的時候可以稍微用手喔 簡單的 布一下粉 讓我的粉呢 均勻的在我的粉杯裡面喔 敲一敲也可以 好其實都可以啦 因為其實呢這個 粉杯的設計呢是非常好的 他其實不太 有這個太大的麻煩 就算你布粉布的 相對來說比較隨心一點 他的萃取也不太會不好 接下來呢就拿 附贈的這個湯匙 從上 往下壓 稍微壓緊一點沒關係 然後看到 我的粉 變成平平的 就完成了 OK 然後看到 這個粉杯的秘密 可以跟大家講 首先是因為他10克粉 但是可以看到底部的部分 他有一個小小的洞 看不太到 一個很小很小的洞 在最中間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代表說我的咖啡粉呢 在萃取過程中 所以從這個小洞裡面流出來 等於說呢 就算我的磨豆機的等級沒有很高 普通的家用機 因為這個粉杯呢 他會有效的幫你把 咖啡的這個壓力 承載在這個粉杯裡面 讓我的咖啡跟粉呢 有比較長的時間 可以做 萃取的動作 然後慢慢的才從這個小洞裡面流出來 他可以讓你的成功率 增加非常非常多 因為一般來說 所謂的 商用意識計 其實他是非常考驗你 磨豆機的等級的 如果我們豆子磨得不夠細啊 或填壓填得不好 像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動作 部分或填壓動作 如果做得不好的話 其實很多商用機做出來是 不好和很清淡的 甚至容易苦澀的 但這個系統本身 比較符合家用的市場 所以是學長的區域最棒的部分 那這樣的設計呢 其實非常的義大利協同 很多義大利家用機 都是以這樣概念在做設計的喔 接下來第二部分呢 是關於他的這個 沖煮頭的部分喔 可以看到上面有一個 扇蓋 對不對 然後上面有一個 落水 落水污網 所以當我把這個 粉杯 放到我的 沖煮頭裡面的時候 可以看到 我的扇蓋蓋起來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 落水污網 分水污 會百分之百的 貼合在我的 咖啡粉上面 就等於說呢 我的咖啡粉 並不會因為吃水以後 有膨脹的空間 等於說裡面的 咖啡粉的結構呢 會因為這個 密封的效果 導致於說呢 它不會有 亂 膨脹 導致於它的 分布不均的現象 那這個也是 做咖啡很致命的一個 問題就是 欸 會不會說因為我有一個 膨脹的空間 導致於說 密度不均 而萃取不足 所以這兩個 系統的 疊加在一起一個就是剛才說那個底部的小孔 第二部分是這個完全密封的萃取環境 就讓這台機器呢有很好的穩定性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我覺得這台機器非常棒的地方 那接下來就是把這個 開罐打開 把中指頭塞進去以後 然後關起來 那就可以準備一個 濃縮杯子 嘿吼 然後我剛才說嘛有小杯中杯大杯 50 100 150 然後這種濃縮那麼大呢是用最小的 按下去以後 等待時間呢大概是35秒左右 它就會水箱就會把水吸進去以後 瞬間加熱 然後溫度控制大概是92度左右的時候呢 才開始出杯 可以看到速度非常的快 大概是50ml左右的水 可以看到 萃取出來了有漂亮的 Creamma OK了吼 好我們把它萃取完畢了吼 真的是超級簡單的 好我們把它拿出來可以看到 會有很漂亮的 Creamma 然後上面會有一整層的 油脂 然後整個 Creamma的狀態是非常舒服的 讓我們來喝喝看 聞起來吼 這是我用的是中偏淺 還不到極淺 但是已經算是蠻淺的吼 不是用深焙 用松焙的話 它的Creamma會超級厚的吼 隔上去已經非常非常有濃度了吼 所以我就覺得這台機器 使用這個概念呢 其實它真的讓消費者的 失敗率降到很低了吼 所以可以看到 每一次都可以做到相當穩定的這個 濃縮的標準 那接下來呢 第二個學長覺得非常非常棒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的伎量可以用來自定義 那什麼意思呢 因為呢 剛剛學長跟大家講了嘛 這三個按鈕 分別對應的小杯 中杯大杯 是50ml 100ml跟150ml 但其實呢 我們這個粉杯它最多只能裝10克的粉 所以如果呢 你用最小杯一次給50ml的水來 對這個粉來說 其實還是稍微水量大一點 那如果我們來對標商用機的話呢 一般來說是大概18克的粉 大概是脆36克到40克的水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自定義的功能 包了水量稍微下修一點點 那它出杯的劑量呢 比較階級商用 這樣我們用來加奶啊 或是加熱水加冷水 做成熱美式冰美式 其實它的風味都是更飽滿更好喝的 也比較符合 大家對於這個義式的期待 那這個功能怎麼使用呢 其實非常簡單 剛開始呢 你先用把這個 剛才說的這個 沖煮頭 把這個粉 粉杯的部分先拿下 讓它是空空的 就是一個 沒有加粉的沖煮頭 或是這個也行 這個 膠囊的頭 本來是空的 然後把它放進去我們的機器裡面 然後呢 選擇一個小杯子 那這個杯子呢 大概是40cc左右 當然像學長這個杯子 剛剛好有刻度線 然後45cc 所以我大概抓到45cc 下面一點點的時候呢 就 停機 那它就會 會記錄到這個位置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一個 你自己的杯子 大概知道一個40ml的位置 就行了 那待會該怎麼用呢 就是 我們這三個按鈕都可以自定義 但學長建議呢 你把大杯 變成你自己的自定義 因為大杯的 計量是150ml嘛 一般來說呢 這些 膠囊也有咖啡粉也有 150ml用的機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就可以把這個當作自定義的按鈕 那之後按下去三秒以後呢 它就開始出水 然後出到你要的水量的時候呢 就手放掉 它就會停止 從此以後這個按鍵呢 就會停到你 這一次的目標水量 就變成你的自定義了 所以非常的簡單 OK 那我們就來試一次 按第三杯 按著 然後它就開始 給水了 我們待會到這條件的時候呢 我們就鬆手 好 差不多 鬆手 好 差不多 43 42左右 那我們來試試看 把這一個 我們把水倒掉 下一次呢 我們就不用那麼麻煩了 因為它已經自定義好了嘛 對不對 下一次我們就按 同一個按鍵 可以看到 這是大杯 一般來說 比150ml嘛 對不對 但這一次看 非常的準 42 43 它就停機了 就成為我們的自定義了 那我們這個搞定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試試看 同樣的 剛剛做的那個 機量喔 好 現在學長剛剛已經填好一份 新的10公克的粉了 然後一樣 就來試看這個過程 把這個粉 放進去 然後呢 OK 把這個 放蓋蓋好 然後塞進去 按下去以後 我就可以整備一個 這個 就是可以加奶的杯子 好 放進去以後我們按 最小杯 這不是最小杯啦 自定義啦 剛剛自定義的 它現在已經成為裡面的 最小杯了 好可以看 它整體的 濃度會比剛剛的 再濃一點 劑量會少一點點 蠻明顯 比剛才少一些 這樣子 然後KRIMA的表現都會更完整 好我們把它抽起來 整個KRIMA 油脂的 豐厚程度是不是更棒更棒 然後呢整個結構也會更 那這時候你單喝 或是加熱水就變成熱美式嘛 或是你加冷水就是變成冰美式 那學長就準備了牛奶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加了牛奶以後 它的效果是如何 你看可以加兩倍 這是更多一點的牛奶 OK好 可以上面還有一層漂亮的油脂 這麼簡單加冰牛奶 其實就算我加了兩倍 甚至更多牛奶 它本身的濃度還是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上面油脂表現 真的是 讓學長相當難以 以小家電來說 這台 咖啡機的 這個甜粉的表現 我真的是相當相當相當的 買一個三個相當 真的是很不錯 味道滑順 有濃度 而且呢也不會有苦雜味 非常的好 看完了這個 剛剛甜粉的這個 沖煮頭以後呢 它還有兩個 另外兩個也非常方便的應用 就是關於使用膠囊的沖煮頭 那如果你家裡是沒有磨豆機啊 或是說你 不太方便甜粉這些動作的話 確實用膠囊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因為現在膠囊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選擇 你挑選好的膠囊其實也是非常好喝的 那這一次呢 它這台咖啡機呢 就有兩種膠囊可以選擇 一個是這個 Nescafe 它的54mm的這種大膠囊 這也非常好買 而且現在也很多的選擇 就是利用這個沖煮頭 放進去以後呢 插進去就可以直接用了 那第二種呢 就這種 36mm的沖煮頭 就是Nespresso的這個 大家很常見的小的 膠囊齁 那就這樣把它放進去 就可以使用了齁 那同時間這種膠囊現在也是非常非常多 各家在做各種口味齁 學長就很喜歡 這個是 掏選的也是 類似Nespresso的那個 尺寸的膠囊小膠囊 那我們需要就來示範一下 跟大家講說 這個為什麼 配合這台機器使用齁 要是那麼的好喝 OK 怎麼使用呢就把這個 放進去齁 壓一下齁 壓一下 然後把這個放進去 超級簡單的 然後一樣把沖煮頭放到機身裡面 你要按1也可以用 我剛才的自訂也可以齁 按下去 也是一樣大約的齁 其實30秒都不用等齁 真的是非常的快速 你看 喔漂亮的 這是極潛培的 的膠囊齁 但是你看每一次都會有很漂亮的 Cream 然後萃取的 香氣超級香的 因為這隻豆子呢 他本來就是設定成 以花香系列為主的膠囊 你看他的充足效果 每一次基本上都很好齁 即使是用膠囊 挑到好的膠囊 你喜歡的膠囊 他的效果很好 我跟你講真的是不會輸 你在外面喝的咖啡齁 好 大概是 出 50MOD 有一層漂亮的 即使淺焙豆 有一層漂亮的 咖啡油 現在香味已經噴到我這裡來了 比我剛剛的那個 自己填壓的 還香 真的很厲害 好稍等一下 完成了齁 可以看到 一整杯 漂亮的 乾杯還是有這麼漂亮的 那就是 偷選的 的乾杯膠囊 喔真的是香氣四億耶 為什麼說這台機器 學長覺得說他的CP真的很高 是除了他 三種充足頭之外 主要是他的水溫控制 他的給水控制 因為其實他的細節就在這裡 如果我每次水溫都很 得當 然後他的給水的量 還有壓力的給予 都很適當的話 我才有可能 讓我每一次 無論是膠囊 或者是天分 都能夠做出很好的品 那這些東西實話說 一般消費者是不知道的齁 只有我們在 幫大家測試過 那直接告訴大家結論 才告訴大家說 這些參數的 堆疊 他的結果就是 真的每一杯都相當好喝 我們來喝一下 很好 良好的果酸 足夠的甜質 然後還有滿滿的香氣 真的是好膠囊泡好機器 這個 充足過程真的變得簡單又方便 那我們弄走這台 Pasano這台 他的功能以後 其實需要跟大家講 其實這台 小家電等級 但是呢 他的能量 確實真的非常非常大 無論是 使用甜粉 或是使用膠囊 他其實都有把一些細節 還有一些做意識咖啡的思維設定區 即使是在甜粉的這個環節呢 他也把一些 容易造成失誤參數都 簡化了 加到水溫的控制 以及給水的控制都非常的精彩 如果你是在商用空間 或是說 你在家裡面真的是 比較沒有時間 但確實是可以投資這一台卡杯機的 因為真的是 小巧 便宜 盡准好用 那希望今天開箱就說到這邊為止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